好 一開始來關心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在早上的時候 臉書上公布 他來發文說自己確診了 但是要看到在過去 來到他的節目包含了 在廣播的部分 電視的部分 一頭拉苦的政治人物 他今天早上說確診了 說已經告知工作相關接觸者跟朋友 但是這位是SF召集人李秉穎 20號你可以看到來到電台 跟可可姐來做了這樣一個專訪 到了當天下午 他又參加了是SF小組的會議 按照規定的話 很可能李秉穎他也會被匡列 但是他本人做出了回應 說因為在接受專訪的同時 看到雖然是在一個這樣的室內 但是他說因為兩個人都戴上口罩 所以不算是密切的接觸者 但是自己會來進行快篩 本土疫情燒進媒體圈 節目主持人周玉寇自爆確診 他臉書發文 昨天上午PCR檢測 今天凌晨被通知陽性 即日起電台電視節目請假10天 在家自我監測隔離 並無任何不斥 但前一天周玉寇才跟醫師李秉穎 兩人節目中大聊約一個小時 沒保持社交距離 且從頭到尾都在交談 李秉穎恐怕將被匡列 他本人回應 全程雙方戴口罩 不算密切接觸者 尚未被匡列通知 將會做快篩 但當天上午 李秉穎跟周玉寇訪談後 緊接著就召開了ACIP委員會 再討論疫苗接種事宜 李秉穎說話略帶鼻音聲音 也有些沙啞 而日前也接受周玉寇訪談的陳時中 上午還不知道周玉寇確診 周玉寇近期來賓 除了李秉穎 還有民進黨前主席卓榮泰 除了媒體圈 大醫院也拉緊報 傳出台北市 由首例醫院副總院長確診 衛生局表示 副總院長確診後 裁檢22人 居隔10人 確診當天 副總院長還出席了 北市議會警政衛生委員會 畫面中深山來遲的 就是傳出確診的副總院長 當天議會 他坐在中間位置 周圍還有衛生局長 副局長 聯誼總院長 及三名副總院長 以及市議員 王世堅 許淑華 易小微等人 易小微曬出快篩陰性照片 其他議員也紛紛快篩 和自主管理 就怕疫情風暴持續擴大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 好 看到周玉寇確診之後 在這個政治圈 大家也擔心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這麼多 包含了民進黨前主席 朱鎳泰 新美市議員何博文 還有前台中市新聞局長 主管庭等等 其實在前三天 都才來跟寇寇姐 有過這樣子 一個節目上的接觸 那麼稍早 立委蔡宇也在臉書上 貼出快篩的結果 標示是陰性 也會維持一直以來 有注意的健康監測 要大家放心 另外包含了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還有林燕鳳 也是來到周玉寇的節目 來接受訪問 稍早同樣 把這快篩結果都告訴大家 通通都是呈現陰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Omicron無限的擴散 先前醫師沈振南就說 這個感染曲線會像是 巴黎鐵塔一樣的擴散 等到什麼時候才會降呢 指揮中心4月20號說 月底可能會破萬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沈振南醫師 他在4月9號的時候 當時他就說了 當時還有媒體拿這個預估 去問了專家 結果認為說 是不是這樣 好可以看到 現在確實在這個數字的部分 到月底可能會破萬 那要等到所有的高風險的群聚人員都感染 這個時候曲線才會下降 黃立民院長說 月底單日破萬機率高 進到什麼地方 到處你可以看到周邊可能都有病人 那麼在研究員河美香的部分就說 其實因為現在因為這個南童的事件 加上Omicron可能是比較多的無症狀 大家會擔心說小朋友到底要不要來打疫苗 阿美香研究員說來看一看 大家要面對的是Omicron的部分 單就多系統炎症的綜合症 要來看看小朋友感染後遺症 並沒有隨著確診數增加暴增 所以看到這個病毒致病的資料 一定要了解到底是哪一種病疫株 才不會自己下自己 要看到這個小朋友染疫的病疫株 是哪一種千萬不要自己就現在 陷入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覺得非常的擔心 但是確實大家擔心 因為到了月底 如果一天就增加了破萬例 但是醫師也認為說 現在提醒大家一定要 第一 打好疫苗 第二 戴好口罩 勤洗手 那麼包含像是群聚的狀況 還是盡量比較減少 甚至在單日新增破案之後 可能指揮中心也會來停止公布 每天的確診數 到時候恐怕只會來提供給大家 就是新增的重症數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短短的幾天 在昨天已經是不斷的飆升 那麼台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也預估說在全台灣 認為在全台會有20%的確診 折官陳中坦言說不是不可能 但是希望能夠把這個確診的數 壓在15到16左右 但是來估算一下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比例 大概會有300多萬人會感染 那麼林口長庚的副院長邱昇選分析 4月底5月初破萬 現在只剩下1到2週的時間了 所以要看看指揮中心 接下來是不是要提出一個 更積極的措施 像是餐廳的內容 可能要稍微嚴格一點 否則疫情持續升溫 這是一定的 本土確診數不斷創新高 不少篩檢症被人潮塞爆 從14號確診874例 短短7天迅速飆到2386例 單日增加將近三倍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更預估全台將有20%的人口確診 全台20%約是460萬人 但陳時中所說的 壓低至15%到16% 也將有300多萬人感染 警官署統計全台22縣市淪陷 北北基桃更是疫情重災區 目前北北基桃累計案例數 飆破上千例 林口長庚副院長邱昇選強調 4月底5月初單日確診就會破萬 只剩1到2週的時間 就看指揮中心是否有更積極的措施 像是餐廳內用規定稍微加延一點 否則疫情持續升溫勢必難避免 新加坡其實他們到現在還是規定 就是進餐廳不能超過10人 疫苗護照逐步在餐廳內用 從這個比較大型的餐廳的聚會開始 餐廳在屬於正常生活的地方來講 我們還在思考 目前並沒有想要把它定靜下來 醫師省在南更分析 Omicron感染曲線 就像巴黎鐵塔 現在會被感染的人 就是那些容易參與高風險群聚的人 病毒很容易在其中擴散 等到他們都被感染了 病毒就無法繼續傳播 曲線就會下降 專家預估5月底才會到疫情高峰 等於疫情將會越來越難以控制 最怕醫療量能受到嚴重衝擊 記者林偉 陳嘉倫 台北採訪不到 好 現在這個疫情的部分我們來看到 中章頭三個縣市 41個獅子會 總共140個人在彰化聯誼群聚 現在聚餐吃了日本料理 好羊肉爐 甚至還有三床燦燒 足跡海量滿滿滿 在這邊41個分會 總共140個人參加 恐怕擴散一下2500人 現在已經有八根確診了 有夫妻黨父子黨 在過程大家可能還脫了口罩 來敬酒 氣氛非常的嗨 所以衛生局大膽的預測 八根染疫 只是冰山一角 疫情還會擴大 熱呼呼的羊肉爐 這是彰化西州在地美食 除了家庭散客 場地大還能預定大型聚餐 彰化新一波傳染鏈 就從這裡開始 來自三縣市的獅子會 4月15號先到日本料理店餐序 接著又刷炒烤店 17號又有一場大客羊肉爐 140人當中已經有8人確診 4名大人 兩個小孩 有父子黨 有夫妻黨 過程中脫口罩 竹桌敬酒 讓病毒因此傳播開來 違反中央規定 竹桌敬酒大大增加傳染機率 而這些獅子會成員 來自台中南投彰化三個縣市 140人參加 恐怕擴及41個分會 2500人 顯然衍生出來的 不止現在的這八個案例 那應該還會有 竹節海量滿滿三夜 疫情期間各縣市獅子會聚餐 因而引發病毒傳染鏈 如今彰化這一鍊已經8人確診 恐怕會再擴大 記者陳盛偉 韓智慧彭新 彰化報導 嘉義高公5月13號 嘉義高公5月13號舉辦了百年校慶演唱會 邀請到金曲歌後彭佳慧 饒舌天團 九一等等 卡斯超級強的 而且還免費大家進場很期待 但是現在疫情升溫 不少嘉義的民眾開罵了 在這樣的狀況 這演唱會還要繼續辦嗎 校方現在陷入兩難 嘉義高公大門口掛出海報 5月13號下午5點舉辦百年校慶 邀請到彭佳慧 九一一 郭樹瑤 黃飛等殖民歌手 跨年級卡斯 民眾免費就能入場 但隨著疫情升溫 辦不辦 校方很兩難 辦啊 辦啊 怎麼說 因為可以看到很多明星 校外的人就是進來就少一點 管制一下 主要都校內的 學生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跨年級百年校慶也引來網友評論 有的認為辦啊 然後全校拘隔7天 哪次不辦 演唱會大甲媽都可以了 但也有的認為 不要辦吧 健康第一 每次會進行會議 是我所謂的滾動式的討論修正 填班兩個字太沉重 校方還在開會討論 不過嘉義士也爆發KTV 女客人確診 17號從凌晨1點唱到清晨6點 緊急匡列同包廂 下場包廂 以及員工總共31人 業者也宣布停業10天 同一個包廂7位友人 都已經列為居家隔離的身份 全台疫情拉緊報 嘉義士客人確診停業 而校園百年校慶演唱會 還要看後續疫情再做決定 辦不辦校方 壓力好大 記者侯官王書宏嘉義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 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寶器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 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 一天一天